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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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孝宗是宋太祖这一脉的后人 他便极力重用同一脉的赵诗高 先后让赵诗高任职多个地方官 最高的官职是临安之府 地位同北宋的开封府尹 可是赵诗高还不知足 还想高升 因此他极力巴结刚朝宰相韩托昼 韩托昼 宋十七的宰相 名声却是臭名昭主 远远不及他的曾祖父北宋贤相韩席 公元一一九四年 韩托昼和赵主瑜等人 在宋光宗发疯的情况下 拥护家王兆阔登基 是位宋宁宗 为了答谢韩托昼的功劳 宋宗授与韩托昼宰相之权 韩托昼当上宰相后 开始膨胀了 他任人为亲 大兴土木 招权纳会 重用小人 把朝堂搞得乌烟正气 值得一提的是 韩托昼立主北伐金国 属于主战派 话说宋宗赏赐给韩托昼一座私人宅院 院子位于临安府的吴山上 名字为南园 也叫韩公馆大师人陆友 还为韩托昼做了一篇文章 南园记 飞黄腾达的韩托昼花费巨子 把南园建造得漂舍亮亮 富丽堂皇 南园里面亭台楼阁 假山瀑布 林木花草应有尽有 等南园装修完工后 韩托昼邀请一群官员来参观 为了八计认为宰相 满朝大小官员 很多都不请自来 带着贵重的礼品 恭贺韩托昼的南园俊功了 想要高声的肇事高 自然也在其中 当韩托昼带着众位官员兴致勃勃的游览南园的过程中 韩托昼来了一句 园子的美景确实让人赏心悦目 可是就是全了点灵性 比如花鸟虫鱼或是鸡鸣狗叫的声音 意思就是要是能有鸡鸡骨花鸟虫鱼等动物 那就更贴近大自然了 就在韩托昼说完话后 便听到了一阵狗叫声 韩托昼心里正的闷着 扭头朝着狗叫的声音看去 发现有位官员趴在地上学狗叫 而这位官员正是赵施高 赵匡敬要是泉下有知的话 估计非得气得火过来 韩托昼大喜 如此被人巴结 别提心里有多高兴啊 不久 韩托昼提拔赵施高为公部尚书 使得赵施高直接成为部长级的人物 赵施高这次八戒韩托昼外 很早前就有一次 八戒韩托昼 那一次是为韩托昼的小妾们进贡宝物 话说韩托昼发达后 娶了十四位小妾 韩托昼在这十四 为小妾中 选取了四位 加封他们为夫人 这样以来地位就比妾高出了一截 某年冬天 某位官员八戒韩托昼 送来四顶价值连城的珠冠 给韩的四位夫人戴上 其他十位小妾听后 开始撒娇了 争风吃醋 弄得韩托昼没有一点脾气 此事很快传到了 临安府之府赵施高的耳朵了 他果断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惜花费重金 请人买来大量的极品珠宝 然后 雇佣记忆超高的工匠 赶坐了十顶珠冠 趁机送到韩家 韩托昼的四位夫人也很知趣 把这十顶珠冠 送给了其余十位姐妹 不久之后 临安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灯会 晚上韩托昼的小妾们头戴珠冠 招摇过世 朱冠在灯火的照耀下 耀眼至极 极大的满足了小妾们的虚荣心 小妾们当然在韩托昼面前夸赞赵施高 没多久 杭州就提拔赵施高为公布侍郎富不吉 虽说赵施高为了升官 所用的手段确实让人不齿 可他当政期间也为老百姓做了不少时事 比如承办了恶僧游戏 抑制通货膨胀等等 总之赵施高此人可谓是毁欲参半吧 最后给大家出个问题 赵施高中的高字 总共有三种读经 分别是义、则、高 这里该如何读呢 老汤查阅了很多史书 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大家觉得该如何发音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老汤查阅